沿著河岸望去 紅的粉的各色花團 這美麗綻放 看得是讓人賞心悅目 不只有像是飄在河上的九重葛 在一旁還有淡粉色的風鈴木 就讓當地里長 熱情的邀請市民朋友 趕緊來賞花拍美照 差不多在半年來 就整個花 全部兩邊都是開滿 全部布滿了很多花 很漂亮 歡迎每個人都來看 里長說 不只有在春天 會有花團景促的繽紛花景 幸福川在每個季節 都會展現出不同的景色面貌 而河川裡的魚 也會不時的跳出水面 像是在歡迎民眾 讓里長與里民 都對這樣的環境讚賞不已 幸福川裡面水又清澈 魚又多 尤其傍晚的時候 那些小魚兒都睡醒了 整個水面都是那些小魚兒 在那邊跳來跳去 真的很多 很漂亮 帶小孩子來更漂亮 你看多漂亮的花 里長把我們這裡 製造這麼漂亮 真是快樂萬分 而當地里長也進一步提到 這裡不僅有美麗花景 幸福川對面正好是 在地的信仰中心三鳳宮 周邊也有許多美食小吃 歡迎民眾把握花旗 走訪幸福川來一趟市區的 賞花小旅行 記者張世民 潘文玉高雄報導